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五单元净盛 三治乱 三一二 乱之初生 见死记寒 乱之又生 君子信禅 君子信道 乱世用报 道言孔干 乱世用谈 这条出自于剑三毛诗 这个乱之初生 这个动乱 刚开始生起来 见死记寒 这个见是虚伪 不可信 这个寒是同 相同的意思 那么道是指这个禅令的小人 适用就是因此 表示这个凭借或者是原因 这个孔是圣狠的意思 很有用 很大这个狠 这个谈是禁食 那么隐身的意思是增进或者是加剧 那么这条讲 这个追溯动乱的源头 这个一个国家社会 这个一个国家社会为什么动乱 去追溯他的源头 这个源头是君王 这里讲的君子 就是在位的这个领导人 是君王面对这些位言 就是这些小人 宁臣 那么讲的一些不真实的话 在佛法讲叫妄语 这个位就是虚位 希望的 那么一个君王领导人 面对这些下面令臣 那么给他讲一些不真实的话 他分不清楚善恶真假 分不清楚 那么这个动乱再次就出现了 因为这个君王领导人 听信这些残言 听信这些不真实的话 这个毁谤 污蔑 造谣 这些残言 那么良臣却无辜受到欺 那么真正 贤良的这些大臣 他就很无辜 遭受到残言的陷害 那这个君王领导人 自己不能去分辨 是非善恶 听信残言 那这个贤良的臣子 就会遭受无辜的打压 君王信任小人 君王领导人 相信那些小人讲的话 那么一个国家呢 才会乱象重神 这个关键在君王啊 他自己不能分辨 专听小人的 专听他喜欢听的 真话呢 他听不到 那么小人甜脸蜜蜜 盛行一事了 那君王喜欢听这个 但是那些话都是假话 欺骗啊 领导人的 那么这样下去啊 这个国家社会的动乱啊 终将逐步升级 这个动乱啊 他就会不断的升级了 越来越严重了 一直到呢 无法收拾 那么这个也是提醒一个领导人啊 自己啊 要有理智的去分辨 这些是非善恶真假 不能啊 只听信一些残言 听信一些甜蜜蜜 但是那些话都不是真话了 都是在欺骗领导人的 那领导人如果听这些 小人宁成的这些残言啊 那这个国家社会啊 这个动乱啊 就无法收拾 那么现在呢 无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国家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这个专制的制度 或者民主制度 道理都一样 不能听小人的 那么在民主国家呢 你选的领导人啊 选错了 这个领导人呢 这个很会讲话 比如说选举的时候呢 听他哦 这个口才很好啊 很会讲 就去选他了 结果选出来呢 他没有能力执政 就把整个国家社会啊 带入险境了 带入战争动乱 所以这个不能啊 不谨慎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集发广下吧 我们下集完 怎么办呢 我们下集我们下集完